大家好 現在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家 它算是一家咖啡廳 應該是一家飯店 飯店然後它有辦一個 附屬的咖啡廳這樣子 你不用來這邊住 你如果說 你想在那邊拍照的話呢 就是來這邊做個消費就可以了 而且它的咖啡廳也不會很貴 它的名字呢 在這邊 我不會念 所以大家自己用畫面上再看一下 然後呢 先跟大家介紹它的外觀好了 位置好了 位置啊這邊在千賣古城裡面 然後呢 右邊這邊過去 右邊這邊過去就是千賣的北門了 然後呢 這裡就是轉彎的地方了 然後轉彎過去那邊啊 就是西門了 所以還蠻方便的 做到還蠻不錯的 好這裡啊 這裡是屬於飯店 樓上有房間 後面有泳池等之類的 等一下會簡單 帶大家過去看一下 然後呢 這邊是屬於他們餐廳 那餐廳目前是沒有開的 是開後面的咖啡廳 這邊有規定的話呢 一個客人啊 必須點一杯飲料 然後 喔 點一個東西啊 不管是飲料或吃的都可以 然後 鏡子帶外食 然後鏡子帶寵物 這樣子 等一下 看一下 這邊蠻多人這邊拍照的 然後這裡有 古色古像的腳踏車 然後啊 這段建築 滿美的是它的建築風格啊 都是採用歐斯的那種設計 我覺得還蠻好看 蠻棒的 那仔細呢 這邊有一兩幅畫 是做這種的 還蠻特別的 然後繼續往前走 前面這裡呢 就是它的咖啡廳的 點餐的話呢 在這邊點 那點完餐之後呢 剛剛小姐問我說 我要坐外面還是坐 旁邊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呢 是屬於那個辦店的大廳 但是它的隔了大概幾個位置 是給 這個咖啡廳的人用 因為這邊是沒有冷氣的 如果說你想要穿人機的話呢 就要進去這邊 然後交費完之後呢 就可以進來這邊 拍照 不過他們有規定啊 說如果是專業 要拍婚紗等等 或藝術照之類的話呢 好像必須另外付費 或者是 金額要達多少以上才可以 如果是一般的 簡單的攝影的話呢 手機啊 上機上拍照還OK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樣子 喔 這個水池還蠻酷的 讓我想到啊 台南欽美博物館了 然後呢 這邊呢 就是他們的泳池啊 飯店的泳池 這裡是他們的飯店 那飯店其實 你說貴也不會 都貴到哪裡去啦 我剛剛阿過大上 順便這樣子 簡單收一下 大概是1200左右 1200塊左右 然後這泳池啊 雖然說蠻小的 過去給大家看一下 這泳池不大 很小一個 但 就夠了 其實很多人啊 都是來泡水 不是來游泳的 這個池子 只適合泡水而已 他不太適合游泳 因為不大 然後中間啊 又有那種階梯式 所以真的只適合 拿來泡水而已 然後那邊有一些清洗的 淋浴的空間啊 等等這邊 然後 這幾號是 後面有一棟 我們去帶大家看一下 從這邊走過去呢 也蠻多種雕像 蠻不錯的 然後我們繼續看一下 拍在山下上面 我覺得這兩隻獅子很酷 而且我 我最喜歡這隻 感覺起來好像特別兇的感覺 這隻好像就少了一點點 這角度的關係嗎 呵呵呵 OK 這邊啊 像他們在拍這邊 這邊拍起照也蠻美的 好 繼續往上走 往上走啦 這邊也有椅子可以給他拍照 合影這樣子 然後那 進去裡面的話呢 就必須脫鞋子 要記得要配合人家的一個規定 等一下 我們脫鞋子 準備進去 這隻蟲 超可愛的 紅色的 那都沒有看到 這是紅色的 喔 好 我們進去吧 OK 我去外面了 因為裡面剛好有人在拍車 而且是屬於 比較 反正就是 拍照的那種角度 要求很多人 所以不知道拍多久 算了 我就簡單靠 正在空檔的時候 簡單拍一下 然後給大家做個簡單介紹就可以了 如果說你們來這邊的話呢 你想要進來拍的話呢 還蠻多景色還不錯的 而且 如果以你 只是來喝咖啡的話 花個七十塊 然後拍這邊照片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如果經過這附近的話 在古城內的話呢 可以找個時間過來這邊拍照喔 OK 那這支影片就介紹到這邊囉 掰掰